2022年10月9日上午 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国家重要野生植物种植资源库陈山中心 在上海陈山植物园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也兴中国工作室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 茶余县连夜和草原局等 组成的中国巨树科考队发布了幕 前中国第一高树云南黄国冷山学名 Ibicinus eborgen salunensis的准确高度为83.4米 同时发布了巨树等身照 中国巨树云南黄国冷山等身照 高度83.4米摄影集合成 野性中国工作室团队 茶余县位于喜马拉雅山脉 与横断山脉过渡地带的 藏东南高山峡谷区 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平均海拔2,800米 气候独特而复杂多样 年降水量大 气候温和 日照适中 县域内有雅柳藏部江支流茶余河 沦江为主体的河系 形成了纵横切割的复杂地貌 而孕育了巨树的原始森林 位于茶余河支流港日嘎部举流经的上茶余区域 今年5月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郭科研究员团队 对上茶余镇部宗村巨树群落近 行之被调查 连续发现多颗高75米以上的巨树 其中一颗云南黄国冷山 经过无人机初步测量达到了83.2米 超过了分布于云南省贡山县的72米突山 西藏自治区墨托县的76 8米布丹松 以及台湾南投县的81米突山的测量纪录 作为第二次青藏科考重要成果 被媒体广泛报道 今年8月 中国巨树科考队附上茶余镇 对5月发现的这颗云南黄国冷山 进行了人工攀树测量和区域调查 并结合无人机辅助测量 最终将这棵树的准确树 高定格在83.4米 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对80米高以上的巨树树官层 进行攀测摄影和种 致资源采集的综合科考 是第二次青藏科考森林和贯从生态系统 与资源管理专题的重要组成 也是国家重要野生植物种植资源库 野外种植资源采集工作的重要内容 这是继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植资源库 对高离贡山72米突山攀登采集 之后国家重要野生植物种植资源库 进行种植资源收集的第二颗创纪录巨树 茶余和案判的巨树群落摄影集合成 也姓中国工作室团队 这颗云南黄国冷山 出力于茶余和支流港日嘎部区边的河谷漫滩森林之中 孟加拉湾暖湿气流被茶余县东北部的博树拉岭 和西部的港日嘎部阻挡 形成了充沛酱水 这片珍阔混胶林以云南黄国冷山为建群种 其他主要树种还有曼青钢 油麦钓云山 华山松等 巨树群落地形平缓 整体林层在70米左右 森林完整度极高 有成片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西藏红豆山 地表生长的二级保护植物云 南黄莲 虎头兰 西藏八角莲等 经攀树采集调查 目前中国最高树上共发现有高等植物五十余种 包括攀原植物 复生植物 寄生植物等多种类型 显示了独特的生物多样性 松柏顿果寄生 乌饭叶拔家 粘毛食围 暖地大夜险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虎头兰 茶余原始森林 科考队员 国家重要野生植物种植资源 库尘山中心工程师中心拍摄 空中俯瞰巨树群落的虎头兰 生长在30米高的巨树上 今年8月 科考队员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王兹拍摄 攀树直接测量与无人机辅助结合调查巨树 科考队员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王兹拍摄 本次科考使用了国际测量巨树的经标准 攀树直接测量法 即人工攀爬到巨树顶端 确定最高树梢之后 将金属卷尺从树梢放下至地面测量 由于树体庞大 且处在一个斜坡 树干中心最低点无法触达 考察队员使用两种方法进行多次测量 并同时测的倾斜树桩 出落部分上下高差为0.8米 在确定树桩中心点位之后 最终得出树干中心 最低点到树梢高度差为83.4米 树高超过70米以上的树 科学家称之为巨树 目前全世界最高的树 是一棵生长于美国加州的北美红山亥伯龙神 高度是115.85米 相当于40层楼高 中国巨树83.4米 则相当于28层楼高 科考队也创造了中国巨树新的攀测和采集记录 科考队员 巨树攀爬技术指导刘团喜在树顶测量 为无痕行国际攀树法 科考队员 巨树攀爬技术指导郑淮州参与测量 科考队员 巨树攀爬技术指导蒋俊文在为攀树打弹弓抛绳 巨树测量法示意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徐晓龙记录科考队员 国家重要野生植物种植 资源库尘山中心工程师中心攀树调查 科考队员也姓中国工作室创始人 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西智农 在拍摄现场 通过胸镜环测和实地导墓树轮调查 测的该巨树胸镜达207厘米 树龄在380岁上下 巨树目前处于寿命周期中期树梢有心芽萌发 皆是正常 仍处于健康生长阶段 巨树树梢长势图左右图相差87天 右图顶部的白线显示 其87天中生长了约10厘米 科考队员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博士研究生王子采集巨树上的植物材料 科考队员巨树攀爬技术指导蒋俊文采集 云南黄国冷山的球果 在巨树群落的科考过程中 中国巨树科考队同期对茶余县港日嘎不取流域的原始森林植被进行了 进一步调查 基本摸清该巨树森林的分布格局 群落结构及其物种组成 调查期间发现中国新分布属两个 新种两个 采集了200余份标本 及50号种子及活体材料 目前所有已获取材料 宝藏于中国国家标本馆和上海陈山植物园 国家野生植物种制资源库陈山中心 后续研究正在进行 巨树群落中的华山松幼苗 科考队员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王兹拍摄 巨树群落中的云南黄国冷山的幼苗 科考队员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王兹拍摄 巨树森林地表的军艺养植物猎成虎蛇蓝 科考队员 国家重要野生植物种制资源 库陈山中心工程师中心拍摄 2022年8月 科考队员完成在中国茶余巨树前期调查工作 feld2020年7月 互 公路 多数 三